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的印象里呢 在我们参加那两届亚运会 除了哈尔滨那届我们是拿了冠军之后呢 在韩国的亚运会 包括日本亚运会我们接力都输掉了 所以这一次呢 等于在自己的本土又拿一次亚运战军 这也是非常值得庆祝的 现在男子的接力情况呢 从整体实力来讲 在以往都是韩国特别强 因为他们可以说一直在跟加拿大队在竞争 郑德瑞呢 在前几年呢 在嘉军他们那一个时代的时候 也拿过世界冠军的 但是在近几年呢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成绩了 没有三丁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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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里的接力呢 男子是非常考虑的体力的 是比较长的接力 通常是开始比较慢 但是今天呢 看来韩国队呢 就想来拉提中国的体力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 李浩熙 在前几项他当下没有让他上 他担心他是不是受伤了 看来不是 他还是因为队里的可能一个战略调整 他跟安全叔毕竟一直在死磕 所以能这样的话会影响 整个队的成绩的时候会吸引到一个队 这样的话呢 等于是韩国队有一个实力非常强的选手 在前面两天的比赛都没有强调过 对 或者现在紧跟韩国队 现在发现的是安 安全叔 然后那是我们的李也进去期后 这两位也应该是中韩两队当中最稳定的 对 也 你靠心他的滑法就是从来没有大胡 就是他在联系中 就是这个内道超远 所以今天好像很早就要超远 因为韩国队里的一个人 刚才呢是利用 韩国队在路上的一个 在台道上的一个影响 韩国队没有敢从里边过 怕顶撞上 就是让人打圈 这样中国队呢 很好的打回这个机会 现在又过了一张点十圈 然后对 也是一个内道超远 就超过来 你看胡泽已经把速度稍微放下了一点 因为还是很清晴的 他知道后城是最关键的 但是在以往战绩 中国队跟韩国有差距不太好 我心情会有关心的差距 因为从现在看我们好像很接近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打头 就希望他们能够在体力分配上 能够更小心一点 我现在很担心他后城的体力 从现在选择我们的表现来看 状态 信心的很足了 对 这两天打出势出来了 对 他们呢要做超越 在外面超越 他们应该是太加速了 你看 对 他们战术意识 就是贯彻成了一项 都非常坚决的 不 跟上 不要被拉它 因为在转道来讲呢 一般我们有一个两米的 一个 一个叫能够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你一旦 拉下 就是两米以外了 就进队上有的时候 会很难再 跟对手接近 除非他们有些闪失 还好 目前为止 对 目前为止跟得很近 对 他十五圈左右 跟上一个距离 对 现在关键是李也那一棒 因为安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对 好 他小分推过去 李也受了扑了 也影响 李也注意 很好很好 刚才其实有机会 直接就冲过去了 对 但是呢 因为他身体没有完 他在意识到自己身体 不能完全过去的话 他会有一定的保留 对 这一棒 后来李 李好希这一棒 是他们的一个 主要一棒 他连续加持能力特别强 特别是冰液破的时候 所以他的体重特别轻 在另外一队人推抬的时候 将会 将他能够便宜 我们的水库呢 有一点滑的跌子 在奇数就不占便宜 主保库 我应该说 那现在呢 现在还在距离还是表现 我们这样的局面呢 已经付出我的意料了 毕竟呢 在以往的比赛 我们经常会有叛车的差距 李也注意 跟的其实还是比较紧的 还是比较紧的 对 保库 保库 你只要注意跟节奏 是李好希的节奏 李好希的节奏 实在太快 因为他 所以冰箱也很破了 但今天还是不打单的 对 好 大湖这棒有那个 因为大湖这棒 韩国这名队员相对来讲 比较热一点 但是现在是比较危险 对 我总有点给他来 对 动作速度 呃 比较快 而且他看到 无路 好 好 好 这一次 主保库 是一样的 好 利用韩国队的失误 现在主保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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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李也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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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配合是最成功的 而且呢今天确实像杨阳在比赛之前所说 中国队呢是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而且呢也是打出了气势 只要做到这两点 其实杨阳队还把号说了 对毕竟呢就是说我们离之前的前几战比赛 离冠军还是挺遥远的 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看一些比赛 包括前不久在世界杯 在常诚这段世界杯呢 中国队可以说跟韩国队 包括加拿大队落得很远 对于在今天年初啊 就赛季的最初的时候 韩国队呢非常兴奋 全队男女呢都上了冰赏他来了 对啊 嗯 中国队有非常兴奋 对 然后员为冲落上来 教练 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吗 今天今天是收冠之展 是不是也想杨杨在5000米接力结束之后 总结一下这一次亚东会短刀速滑的情况 首先我要肯定还就是说 队员们非常的出色 他们几次创造了奇迹 最后几次创造了奇迹 而且我们就必须肯定他们这一年过来的努力 最后呢我还是最后一句话我想给他们说的就是说 今天这一次比赛只是七点而已 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这场胜利 把这场胜利能够延续下去 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对亚东会短刀速滑比赛的关注 同时呢我们也是再次祝贺中国短刀速滑队这次取得的成绩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我们作为您转播的第六届亚东会短刀速滑比赛到今天为止是全部结束了 谢谢观众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